焦点转向国际 香港政治局势持续动荡 一名女子昨天晚上遭到布袋弹击中眼部受伤后 黑衣人再发动警察还眼行动 号召群众挤爆香港国际机场 导致机场运作陷入瘫痪 香港机场管理局紧急宣布取消所有航班 示威者占领香港国际机场的抗议活动进入了第四天 随着港民发起警察还眼行动 大批黑衣人从下午开始涌入机场 为可能失明的受害女子讨回公道 由于机场整体运作已经严重受影响 机场管理局决定启动应急措施 取消今天的全部航班 包括今天傍晚6点15分 从香港飞往吉隆坡的AK137航班 截至目前为止 香港警方已经逮捕了149人协助调查 现场有消息传出 警方已经开始往机场集结 预料会加剧警民之间的对峙 3至9 3至9 4 4 6